不知紧张为何物是我们的小代代资营 那既然在这个南丹的部分呢 一哥周天成绝对是备受期待的好手 那么到底他的战功有多么标柄呢 好的 透过画面我们可以来看到呢 小天在最近几年国际赛是真的表现非常亮眼 包括在超级系列赛夺冠 还有德国的毕特伯格黄金大奖赛三连吧 再加上月初的台北公开赛冠军 通通都是台湾第一人 世界排名最好来到第五名 也是国内男单最佳的记录 目前世界排行是在第七的位置 参赛里约奥运同样是备受期待 好 其实小天从小就以参加这个奥运为目标 但是四年前在这个敦奥的部分呢 的资格赛是擦肩而过 但是没有关系 下定决心重新再来过 今年呢 好不容易美梦成真 坚持运动家的精神令人敬佩 台湾一个周天成近年在国际赛旅创家机 世界排名最高层高居第五 也写下台湾男子选手最佳排名记录 但是很多人可能不知道 这段辉煌荣耀的起点 竟是起源于挫败低谷 原因是2012年伦敦奥运积分结算时 周天成没能及时挤进国内前二 让他与奥运资格实质招臂 这个是一个很惨动的教训啦 因为毕竟四年才一次 那毕竟就是你还要再努力四年才能得到这个机会 有做一些动作控制上的训练 然后做了很多身体上的改变 不管找什么样的方式就是要去让自己进步 没有教练跟着他那段时间非常辛苦 他自己也吸取了很多的经验 然后去自我要求 他是一个很自我要求的选手 小天的复仇之路从12年7月的加拿大大奖赛揭开序曲 他夺下生涯首座大奖赛冠军 接着同年11月又在德国黄金大奖赛封王 2014年10月更勇夺法国羽球超级联赛冠军 15年底世界排名最好曾篡升到第5的位置 从此始终稳居前十 一步步朝梦想中的奥运殿堂前进 2014年那个法国公开赛冠军之后 那世界排名有排到前十 那我就觉得自己实力 跟其实国内现在是有点差距的 那我就觉得自己是 基本上是非常有机会的 周天成从小就以奥运为目标 并把中国名将林丹当成偶像 超级丹不但在2008北京奥运和12年伦敦奥运 完成史无前例的奥运羽球男丹二连霸 更南瓜牙奥运 市井赛等各项重大国际赛事的冠军 是羽球史上首位全满贯球员 去年台北羽球公开赛 周天成在四强赛交锋首度击退偶像 更是让他信心大增 他各方面尤其是心理素质就是非常好 可以让我学习的地方很多 就是影片也看了很多 所以就是还蛮敬佩他这种精神 自己实力竟然可以跟他有输有盈 那代表是这段进步还是蛮大的 而今年台北公开赛 小天更一举封王 这位赛时首位本土男单冠军 同时也终结自己两年来的冠军荒 奥运前最后一场比赛完美收尾 小天真的准备好了 从小就是要参加奥运这个项目 就觉得好像放下一个人生的目标 有达到了一项吧 这样子 那当然还有另外一项就是 希望可以拿牌 对啊 那我就是这几个月会好好朝这个方向努力 从四年前被奥运拒之门外的失忆少年 蜕变成现在的种子选手 周天成化挫折为成长动力 2016离岳奥运更要将储备四年的满满能量 一次大爆发 目标站上颁奖台享受夺牌荣耀 未来体育新闻专题报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